30年前在土耳其东南部的历劫 库尔德反政府组织库尔德工人党 在与政府的冲突中打响了第一枪 由于政府发起了一项与库尔德工人党的和平进程 这里不久又恢复了平静 这项和平进程现在受到威胁 不想在镜头上露面的艾哈迈德 指知远方的那座军事哨所 本月初反对建立哨所的和平示威 变成了血腥的冲突 我们的朋友拉玛赞就是在那里被枪杀的 他们当时在抗议新建的军事基地和大坝 人们来这里进行民主示威 却遭遇枪杀 那天两人的遇难激怒了库尔德人 也导致当地城镇的示威也变成暴力活动 几名军人正在为此次开枪而接受调查 由于这次流血事件 在这个以库尔德人为主的地区 兴建大型军事基地的活动受到审查 根据官方数字 有114座军事设施已经建成 还有166座正在建造之中 随时抗议活动的继续 以及和平进程的中断 一些库尔德活动分子更加质疑政府的诚意 这些军事基地不是什么好地方 是死亡之地 罪恶之地 如果埃尔多安总理爱我们 为我们的福者招向 那他为什么不建一些工厂 医院和学校 不过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 也质疑库尔德工人党的意图 指责他们利用和平进程制造事端 在许多地方 军事基地只是在翻新而已 这样做的目的不是要创造一个战争局面 和平进程的基础是什么 首要条件就是裁军和把游击队赶出境 但是离开土耳其边界的库尔德工人党激进分子 还不到20% 在星期四 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出人意料地向国会提出议案 试图化解这一地区紧张的局面 加快和平进程 嘴上说要和平 实际上却在修建军事基地 真是华天下之大吉 不过 尔德向示威人群讲话的时候保证 如果和平进程能够继续下去 目前被土耳其监禁的 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 阿布杜拉·奥兰卡 明年就可以获释 站在这里向人群讲话 观察人士说 希望仍然是库尔德人的强大动力 推动他们继续致力于和平进程 美国之音记者琼斯 土耳其报道 试图 kann要是库尔德人的强大动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